大家好,我是艾艾 相信很多女生都跟艾艾一样 越来越离不开假睫毛 那么今天艾艾要示范的这款华丽眼妆 除了眼影的颜色示范之外 还会教大家如何选用假睫毛的小心得 夏天一定要画一个海洋风色系的眼妆 所以艾艾今天选用的眼影盘就是有蓝色 首先我要先用阴白色来打底 那么选用这个阴白色它除了珠光很闪之外 它不像说一般阴白色系的眼影会让眼睛有浮肿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效果很自然 那接下来要使用的色系是古铜的咖啡精 然后我们使用的范围就是在双眼皮的部分把它涂满 暈染的范围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接下来就是要使用这个蓝色的眼影 那我画的范围就是在下眼线三分之二处 那下眼线再往眼角后面延伸 范围可以稍微超过眼睛一些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画眼线 爱爱选用的是深蓝色的眼线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颜色更饱和你可以沾一点水 那画眼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用手指 把眼皮撑住 深蓝色来描绘眼线 它效果会比较清爽 不会像说黑色眼界衣这么重 画线条的范围就是跟下眼影稍微做融合 所以长度差不多也是等长 那么眼头的部分一样是打上银色的 然后范围不用太大 就是稍微提亮眼头 这样可以让整个眼神的感觉比较清爽 那么眼影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来贴假睫毛 那这次爱爱选了几款假睫毛来介绍给大家 那首先这款它是透明软隔 织法是有点像单珠的设计 所以戴起来非常的自然漂亮 那这一副呢它是比较强调眼纹的线条 所以它可以让你眼睛呈现长垂眼的感觉 那这款手工假睫毛也是爱爱蛮喜欢的一款单品 那么今天就是要用它来示范如何种出漂亮的假睫毛 那爱爱会先把这一整排的假睫毛大概剪成五到六株 然后记得剪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就要按照它的顺序 就是这样剪成六株 那么首先我会先从眼头开始黏 位置不用太接近眼角 因为这样如果说太接近眼角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记得我们要按照这个顺序 黏在睫毛最根处 然后不要有空隙要一个一个填满 这样弧度会比较漂亮 而且用中假睫毛的方式 它眼睫毛就是不会有分层的感觉 效果会比较自然 戴起来舒适感会比较好 现在已经完成一眼的假睫毛脸贴 那像夏天如果说眼皮很容易出油出汗 眼头容易会飞起来的话 我很建议用中睫毛的方式来戴假睫毛 假睫毛要戴的自然又漂亮 其实没有捷径 就是不断的多练习 希望大家会喜欢爱今天示范的华丽眼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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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